在女王集团的发布会上 海人的病终于发作 当着白贤佑的面晕倒在地 这一倒 不但吓到了白贤佑 也吓到了海人自己 她以为自己要走了 完全昏迷之前 她脑海中闪过了三件遗憾的事情 这些不但是海人的遗憾 也是海人的言不由衷 打坏的四叶草花 没想到这件事 会是海人最大的遗憾 当初她与白贤佑在法国治病 两人在无忧功前兵事前嫌 打算一起面对脑癌 一起把这个绝症治好 为了给自己打气 海人在街边的小哥手里 买了一个幸运草的挂件 说是能带来一年的好运 海人嘴上说不信 身体却很诚实 迅速就把这朵四叶草揣进兜里 白贤佑都看在眼中 所以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 她穿过人群 找到了卖四叶草的小哥 埋下她手里所有的四叶草 做成一束花的模样 打算送给海人 让她接收到所有的幸运 结果在同一时间 她看到了母亲传来的 白贤佑签字的离婚协议书 海人仿佛从天堂跌入谷底 她分不清现在白贤佑对自己的好 到底是真是假 对于她递过来的四叶草花 更是看都不看 打碎在地 倒下的这一刻 海人后悔了 她后悔自己没有接住 白贤佑的四叶草花 而是让愤怒冲昏了头脑 如果她接过来 这束四叶草的花束 是不是就能有好运 就能把这个病治好 这件事是海人的遗憾 也是对他们这份感情的遗憾 撤掉的婴儿房 如果说四叶草花 是海人对病情的遗憾 那么她遗憾的第二件事 就是那个没有出生的秀兵 当初得知海人还孕后 白贤佑非常高兴 她兴奋地布置着婴儿房 和海人一起挑选秀兵的玩具和衣服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10月31日秀兵出生 结果在公司上市之前秀兵没了 海人很难过 可她不愿意将软弱的一面表现在白贤佑面前 于是她让自己忙碌起来 用工作把自己填满 就算是这样 回到家看到秀兵的婴儿房 海人还是会难过 为了避免触景生情 她决定拆掉婴儿房 而这恰巧被回家的白贤佑撞见 她质问海人 为什么要拆掉婴儿房 海人漠不关心地说 有必要留着骂 看到只会让人心烦 因为她的冷漠 彻底伤了白贤佑的心 已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白贤佑住进了婴儿房 养人的感情也名存实亡了 看上去海人对这个孩子确实不上心 可实际上海人心里非常难过 她会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哭泣 会在看着秀兵逼抄照片的时候落泪 她甚至觉得是自己没有守护好秀兵 无配有哭的资格 海人后悔了 没把自己的软弱告诉白贤佑 她心里很在乎秀兵 她只是不肯低头 不肯服软而已 下定决心离婚 第一份遗憾是病情 第二份遗憾是孩子 第三份遗憾 才是海人最大的痛 在法国知道白贤佑想离婚后 海人就变得更冰朗了 还找来了文森佐给自己打离婚官司 本以为他们的感情就要一路遭到底了 结果因为没有吃药 海人失忆了 海把离婚协议书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甚至看到白贤佑回家 还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 如果白贤佑浑蛋一点 她完全可以将计就计 哄得海人开心 然后骗她改遗嘱 可惜白贤佑让海人又想起了离婚协议书的事 海人就像是受了二次伤害 整个人傻了 临着雨和白贤佑说 离婚吧 从我身边滚开 海人这句离婚吧 是带着愤怒的 但更多的是她对白贤佑的爱 她明明知道白贤佑是因为不想欺骗她才说真话的 也知道白贤佑想陪着她 可海人不想 她觉得自己的时日无多 还不如让白贤佑离开 这是海人的爱 已是她的言不由衷 她后悔没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她舍不得白贤佑 不想她离开 白贤佑一直在 面对海人一次次地推开 白贤佑始终没有真的离开她 在无忧宫面前奔向海人把她拥入华里 在龙头里村找到失踪的海人 又一次把她拥入华里 即使海人让她别管自己的事情 白贤佑依然在门口表白 喊着 海人 我爱你啊 白贤佑就像是一块虎皮膏药 嘴里喊着离开 身体却永远站在海人身边 海人晕倒时以为自己要死了 她说即使我总是言不由衷 你却还是一直在我身边这么久 真的谢谢你 因为有白贤佑的陪伴 海人想要活得更久 在小饭馆里失声痛哭 海人爱的白贤佑很深 他们本应该是幸福的一对 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完全是因为海人的言不由衷 因为她的倔强与假装 让误会越来越深 即使是这样 白贤佑依旧在 海人才会说了一声谢谢 海人甚至在一瞬间想明白了 开始对过去所做的一切道歉 这可能是海人的成长 也是她的蜕变 会不会因为看开了 她的病也跟着好了呢 贤佑和海人回到酒店以后 睡觉前海人说了一句 今晚我睡这间房 你就随意 奔小子贤佑说你的意思 是我睡隔壁房间嘛 海人生气了 意思就是你想睡哪就睡哪 随你所想 随你所欲 奔小子终于开窍了 跑到海人的门前 临睡前 人还讲到上次在海乐奇那遇到的金益娜 上周出了车祸 被送到医院急救 她的老公居然第一时间是带着律师到急 就是让她改遗嘱 表示对这种男人咬牙切齿 贤佑听到以后汗流加倍 贤佑看着熟睡的海人 却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她一个人去到教堂 为海人祈祷 希望上天能为她带来奇迹 哪知第二天清晨 奇迹就真的发生了 抗癌研究所居然发来邮件 愿意为海人尝试使用一种增加白细胞的治疗方案 实际上是贤佑上次已经找到过这家研究院 根据海人签订的治疗合同 若研究院不对海人采取治疗措施 就可以起诉他们进行科学欺诈 骗取经济赞助 这才带来了海人的奇迹 当他们俩在赶往研究院的火车站 有一个德国女孩看见英俊帅气的咸语 主动过来搭讪 海人还是很会宣布主权的 当他们到了研究院所在地 路过蜜月旅行的童心锁桥上 海人想找到他们当年一起挂的童心锁 却没有找到黄昏的街头 两人一起看着路边喂鸽子的小孩 吃着甜心巧克力 海人突然说 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喂鸽子 可以晒太阳 是在想为什么上天没有留给我更多的时间吧 此时路边一个小贩的叫卖声却吸引到他 小贩说 德国有几种幸运的东西 当你遇到一个扫烟囱的人 你就会幸运一天 当你遇到瓢虫 你就会幸运一周 当你遇到四叶草 你就会幸运一年 理智的海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是骗子 一边掏钱买了一朵幸运草 他是真的希望自己能有好运吧 当海人在研究院准备治疗的时候 恍惚间看见一个熟悉的小朋友 他立刻跟着追着出去 当嫌语得之后 赶紧跑出去找 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他 海人讲了他心里的一个秘密 海人原来有一个哥哥名叫红秀娃 当他九岁的时候乘船发生过一次事故 而他的哥哥为了救他 发生溺水死了 他的母亲才一直记恨他 所以母女关系一直很差 但是此刻的女王集团已经风起云涌了 尹音圣安排人打开了贤语的保险箱 发现了贤语的秘密 为了赶走贤语 他在海人爷爷的办公室 家里都安装了窃听器 还让他们故意发现 然后将监听器都装到贤语的办公室 很快寻找监听设备的保安找到了这里 离婚协议也曝光于大众 这份协议书被拍成照片发给了海人 贤语与海人聊到明天就会出注射疗法的结果 海人说他很需要运气 海人想吃街边小吃 但是要排很久的队 于是贤语和他约定 贤语给他带来好运 海人去排队买小吃 贤语立马找到卖四叶草的小贩 买下了所有的幸运草 回来经过童心锁桥的时候 居然被他一眼看见 三年前的一起挂的童心锁 海人也买到了街边小吃 当两人相隔马路 等红绿灯的时刻 海人收到了那份离婚协议照片 当海人拿着照片问贤语协议的事情 贤语承认了 海人这一刻感觉天都要塌了 为什么好运刚向两人走近 却又带来另一种厄运